在福建有村民只要用十二秒就可以捉到水塘裏的魚 令人非常驚歎,又拿宇文說下 十二秒差不多是蘭王流場跑完百一米蘭的時間 而福建龍海這位村民只要十二秒就可以跳下水捉到一條生猛活魚 不信?看看! 先站在船上觀察水面,發現水裏出現水泡,就馬上跳下水 沒多久露出水面,手上就捉著一條正在掙扎的鯉魚了 滑手的魚,這麼輕易就可以捉得這麼實 難怪村民都稱他為鮑魚高手啦 亞洲電視記者羅玉文報道 好! 好!